但要知道,佛是在我们的心头里面坐着 佛,心中有佛,你会念佛 但世人总是不相信 这朵莲花是从你的舌根底部所生出来的 这朵花就是心心疾佛 心花开处,佛就来迎接 一旦你的佛号展开,你的心花就绽放 佛就来迎接你 诸佛如来,敬法身 思维意念,变相亲 本同一体,无差别 只要当人认得真 就是什么是真啊,什么是假 这句佛号就是真 这句阿弥陀佛会迎来法身就是真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佛跟我们的这一个法身是 本来就是没有差别,是一体的 你念佛就是念来佛跟我们的法身同为一体 因为你思维佛,意念佛 佛就跟你变相亲 如来的见法身,我们要认得真 只要这句佛号一提起来 或者你现在正在阅读净土法门 你思念阿弥陀佛 你那佛号是源源不断不自觉就想念起来的 我是有这样的感受的 详终不喜,无偏喜,树口三昭,土庙香 法界藏身,安乐国,眼前何处,不西方 意思是说,在在处处,念念极极 这个每一念,每一个处所都是西方极热世界 也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你虽然是一个众生在这个娑婆的境界里面 所看到的都是很多五着二世的事情 可是在这当下,你要用平常心 平常心来看待 因为平常心就是佛道 但是曾经有一位古代的赵州禅师 并不相信这件事哦 他不相信平常心就是道 所以他就问啊 他跑去南泉请教佛法 他说,法师啊,怎么样才是佛道呢? 那对方法师就回答 平常的用心就是佛道 赵州禅师又再问 有没有法子到达目的地呢? 那这位禅师就回答 既您猜测都不可以 你用计算的 又或者是用您 就是拟人化的 去猜拟猜想猜测 都是不可以的 赵州禅师 仍然不相信平常心就是佛道 又再问 可是不这样做 怎么知道是佛道呢? 但是,如果不知道这样问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是佛道啊? 好,那对方就回答 佛道是不属于知道的 也不属于不知道 因为知道是一种妄想 觉悟 你妄想要觉悟才叫做知道 可是,知道也是一种空亡的境界 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到达 疑、怀疑而不去怀疑的境界 这好像辽阔的虚空一样 清晰坦荡 你无所住啊 无所着 不是勉强分辨的是非观念 所能够表现出来这种 就是豁然 豁然开朗 就是那种顿超三界的那种 心性 东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